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苹果公司、Apple、三款新机船将于9月11日亮相,但如今因美中贸易战加剧,恐出现变数。 有消息人士透露,苹果公司担心中国会议加强审查等理由延迟出货时程,使台湾代工厂包括核硕、伪创及鸿海出货时程连带受影响。 综合外媒报道,美中贸易战延烧,苹果执行长库长,Tim Cook先前承诺美国总统川普,未来五年将在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,约新台币10.5兆元,让美国承诺不会对中国组装的iPhone课征关税,但苹果公司仍担心中国会以报复手段使供应链出现延迟。 美中贸易战加剧,为使苹果产品制造与销售顺利进行,苹果加在两大国之间,更被外媒形容是科技业头号外交官。 库克更在中国市场投入不少心力,据了解,其年营收更占苹果总营收四分之一,达500亿美元,约新台币1.5兆元。 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也指出,贸易争端造成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来说恐是最严重冲击,同时可能延迟或大幅改变商业和投资决策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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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